中榜规定的是在这个大型场馆的管制部分 平日活动赛事还有一文表演展览 放宽场所的融流人数 取消室内80人的上限规定 而且梅花座还有间隔座也跟着拜拜了 也就是说未来呢可以开放全场满座 至于在室外人数的部分则是降载50% 不再有室外300人的上限 指挥官陈时中说 如果排队购票的话将开放现场售票 不限预约制 但实联制 量体温 禁止饮食的规定 还是不变 内方扫到了左脉方向来 全内打 球员精湛的球技跟表现 现场看比赛享受热血沸腾的气氛 目前疫情稍微趋缓的情况之下 球场融流人数再放宽 除了体育活动赛事之外 一文表演展览室内进场人数 不受室内80人的限制 取消梅花座或间隔座 室外人数降载到50% 不受室外300人上限规定 维持要排队时 其实室内外要适当的社交距离 可以现场售票 不受预约制 不限于预约制 当然在开场前 中场休息 擅长时 人需维持室内外适当的社交距离 食联制 量体温 戴口罩 还有禁止饮食 基本的防疫规范不变 不管是欣赏表演 还是看场电影 未来博物馆 美术馆等等场馆 开放全座位的演出 一文体育活动 限制再松绑 等相关的行政程序走完之后 的核定程序走完之后 我们再会公布新的实施方式 那当然 如果能够开放到50%的话 可以让更多的球迷参与 到球场来加油的话 我想对整个职业运动的产业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另外婚宴会馆部分 如果室内空间小 不可超过80人 空间大一点 则依照容流人数 2.25平方公尺来计算 尽管有条件开放 但人流坐控管 还是要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记者 秀卫正式会台北报道